身穿原住民族服 整齐画一的舞蹈动作 这是台中青年高中 在今年8月参加西班牙2015 欧联色国际民俗艺术节中 艺术类科学生所表演的 悲难族男王部落的舞蹈画面 但是画面被放上网络之后 受到网友的踏罚 而悲难族男王部落族人 对表演的内容更是不能认同 因为是策定此一个部落 可是展现的又不是 包含是歌曲跟舞蹈动作的方式 不能够很随便的 就挂起男王悲难族 然后到国外 这个国际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这样的话 会给外界一个很大的一个误会 主人表示 学生所表演的悲难族舞蹈服装 甚至是歌谣演唱 都与男王部落有极大的落差 认为学校填调工作不足 将会伤害族群文化的正确性 我觉得对我们原住民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 然后而且会扭曲 我们各个族群的一个文化 最好的就是说 你能够走访 然后去了解一下 各个族群的文化 各个族群的舞马 各个族群的他们的一个服装 需要就是把我们老师 再来做特别的指寸 我们这一部分没有做得很完整 可以希望我们孩子能够多接触 就是原住民舞蹈艺术之内 所以有可能我们就请部落里面的 就是他们的舞蹈老师 或者是他们的徐老来跟我们知道 我们也都非常的欢迎 青年高中表示 对部落文化造成伤害表达歉意 而台湾许多国际交流场合中 常常会看到原住民族歌舞表现在其中 相关单位要凸显台湾族群文化之前 应先做祖功课 才不会让族群文化受到伤害 也避免国际对文化认识产生了误解 记者本家的大半台东市场报道